看影片之前 记得订阅周天慧 Vanessa Child 和Robert Child 周庸的YouTube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钟仔 每次我们有新影片 你就会立刻收到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6月9日 星期四 今天焦点有我周天慧 和我周庸 和大家分析时事 Robert 三年前的今天 即是2019年的6月9日 当年的今天 就举行了反对派 举行了一个反对修例 逃犯条例的游行 之后 香港在三天后 即是2019年的6月12日 就进入了超过一年的暴乱时代 真是惨 大家记一下 记一下你真是吐血 今天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主题 想和大家讲两宗新闻 第一宗就是 香港进入所谓的警察社会 这是黄人的说法 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说法 不是真的有人说香港 进入警察社会 我会解释给大家听 什么叫警察社会 好啊 第二宗就是 有人在英国的黄友 之前我们也有提过 他将会在6月12日 会有什么动作呢 当中搞出什么闹剧呢 我们今天就主力和大家谈这两宗 日前警务署署长 肖扎仪接受某一个媒体访问时 他当中提及到警察社会这个话题 有人说是警察社会 现在是 原因是近年警队出身的人 在政府里面出任要职 包括了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和后任特首行政长官李家超 肖扎仪不认同这个说法 他也强调这是政治术语 我想和大家分析一下 你先说一哥他怎么说的 他说警察社会是一个 没有经法律程序下 政府用行政手段强行 去控制人民大小生活的模式 他说大家想想香港是不是这样 香港是法治的社会 不是警察社会 我们是依法办事 以前 现今 将来都会是这样 这是我们一哥的说法 不过有些人借题发挥 当中走老去澳洲的 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 他借警方日前推出 反暴力布料热线 说用奖金去鼓励市民举报 或告发他人是史无前例的做法 担心会将香港变成警察城市 我先说一说 大家一样大家要明白 警队和军队 无论是哪一件事 香港没有军队 驻军属于中央 香港复杂保安治安的 都是值特区政府政治执行 政治决策下执行的一个部门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问题是谁执行法律 警队 谁救火 我说消防队 其实大家一样是这样的 你说警察社会 什么是警察社会呢 就是当一个地方很乱的地方 像乌克兰之类一样 乌克兰是什么 军队城市 军队国家 就是国家说了一句说话 就是扎兰斯基说了一句说话 由18岁到60岁都要当兵 不准离开 拉夫好什么好 很多人自动当军 个个都去做兵 你是不是想做兵 没什么关系 你都要去的 那些跟我们完全不同 但是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就是我们现在警队 是一个非常硬正的时候 就是和早十年八年一直拉下来 觉得只是说service 就是我们的client 就是我们的顾客 大哥你执法怎么可以当他是顾客 就是你一定要有个威望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好意思了 今天就是说我要抄你牌 就是大哥你找来说 老实说你这样做 就是令到执法者是无法执法 现在呢 既然暴乱之后 我们警队平息到暴乱 那我们是不是硬正一点 是不是执法成功 现在很简单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说 现在黄脚立 警察一去那条街 指一指 你们下个个开车 因为接着我拍你 就抄牌了 没得说的 大家拍了就抄牌了 但是我说什么 这个是我的牌 什么什么 你来打的 什么什么 脊臭 还有这些东西 少之又少了 越来越少了 黑社会 行 我叫三四个警察来 立刻把你拿走 其实这个 是不是叫警察社会 当然不是 这个叫治安社会 这个首先第一 法治社会 第二样东西 许智峰说的 就是举报告发其他人 他都瘋了 警方几十年前 都有奖金的 你报警 我有件案子 我知道有人反毒 我收多少钱 其实真的有 看电影也有 不是看电影 真实也有 ICAC 就是我在ICAC做的年代 都有奖金制度 不过唯一的分别 就是当时我们公布 不公布 但是要公布 你公布时又说 是不是要买人家的资料 其实不是 因为这个 全世界放出所有执法部门 都是有这件事 因为 在重金之下 必有用夫 一定要做 尤其是 尤其是什么 国安提示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有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 老实说 当然我相信 国安部都会在网上查很多 但你在网上看到一些 是很少数的 是你 是那个 special group的 你见到 你感觉不安全 因为如果你不去报的时候 遲早爆个炸弹 或者有人开枪的时候 你都会害怕的 是呀 你去报 你说我报 就是 安不安全的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当警方或者国安署 告诉你 我有奖金 没问题 我不用怕 你是不是真的拿我的资料 是会做什么 我有奖金 就是 大家 你是愿意用钱 去换我的资料 大家都相信 喂 报纸 都有这些 很多 几十年前 苹果 没有做完 所有人都有做 有什么呢 所以许智峰 有什么那么特别 许智峰纯粹 都是想丑化报料 找东西说 没有人理他 坚实说 你在澳洲 你又不是在英国 你别人理你 没有了解 我们纯粹说 大家记不记得 去年 10月的时候 发生了一宗 西环的士司机 被人戒颈谋杀案 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 男疑犯潜逃去南丫岛 在茶餐厅吃东西 然后警方收到市民的报料 还有一个市民 尝试拖延时间 大家记不记得那件事 你想想 最终 警方就逮捕了这个疑犯 如果当时没有举报 你说多危险 是吗 你说许智峰 你真是傻的 不过他一直都是傻的 我们来看看数字 直到今年1月31日 涉黑暴事件被捕人数 10277人 10,000人 告完1858人 有1460多人 有罪或认罪 是要法律结果的 但其中定罪 可能不认罪的 是1158人 你问我 是否跟着那八千多人 没有事呢 这个没有人告诉我 但我想告诉大家 拘捕了你 有没有记录 当然有 怎会没有记录 现在是否不告你 没告 我认为 我认为告的机会 是没有的 但逃跑的那些 很多都是自己 拘捕了那些 但如果你又没有走到 你又留在香港 我就告诉大家 我认为 要聪明一点 你不要再搞什么 搞什么 然后被人再拘捕 一拘捕再检查出来 是这样的时候 那就是 你需要不告你 也挺难 如果你避过一关的时候 就不要自己举手 跳下去 要聪明一点 说真的 当年黑暴之乱 是史无前例 所以警方 执法力度自然更加要大 更何况 你想想相关的案件 暴力程度 是越来越夸张 不过 坦白 我们远的不要说 就是说上个月的 5月23日 黄大仙东头村 就堵破了一个 华尔用了 製造爆炸品的化学实验室 以及新浦江有一个迷你仓 捡获包括TATP和HMTD的炸弱 拘捕了三个人 大家不要觉得很小事 就是因为警方执法 捕得到这些人 如果不是你爆炸就打破了 这是最过瘾了 他说因为呢 为何捉到呢 因为有人涉嫌曾经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习警和司法人员的言论 老实说 捉到你 抄下去 原来有炸弱 是的 有证据 是的 那你问一下许志峰 如果真的成了事 那这些是否叫做恐袭 这些不是叫恐袭 叫什么 这个人又真是 大家不要在香港有炸弹事件发生 我们讲第二单 我们讲第二单 就是因为有警队去执法 搞事有才需要去转场 不再在香港搞了 就去到外国搞 其实我们上个月底 也有提过 移民或者逃去英国的一些黄友 打算在6月12日 温超 smash 这就是是不是 提到此人在家使的 內居又不少熟悉的面孔 包括走路疑犯 罗冠聪 另外又有 grants 斬炒巴的刘祖迪 最有争议的争议是 Repower Hong Kongers的市集和研讨会 佳因有人认为有研讨会并没有问题 但为什么会有市集出现 竟然有摊位 又有工作坊 皇友会质疑是否白市当是熊市 市集的星期市是一个祝福 如果在外国不是一个星期市里的东西 当然有两档 旗 派 单张 边叉都有人去看 大家看到有东西 你想吸引哪个人 有多少个皇友去参观 但你想吸引什么英国人 最多是推着一辆车 推着嬰儿车 妈妈拖着一只狗 去到那里有东西买东西 然后我去买东西 买什么东西 当然是农产品 Farm to market 这些东西 你不是做这些变差 让人来看你 他现在的说法是 主办单位是没有打算收当主的租金 给你免费 说来说去 说到底 你似乎是一个钱字 你这次不收别人的租金 当有租金 你下次搞起后 你会不会收 我也不信他每次不收 搞不起 有人还有水给你 有人支持 因为你希望你搞东西 但你只是在外国搞 比一下就不给了 你相信我这件事 那你就搞 搞多两次 你不会吸引到英国人有兴趣的 如果你不是卖菜 卖水果 卖芝士 卖肉 卖那些 谁有空来看你 又有说 repower hong kongers 主办方 属于海外香港传媒专业人员协会 有传说是由资深传媒人炼月曾 和前无线主播黄俊妍 和社运人士吴女男 等人去创办 不奇怪 你走了就去找一件事去做 不然你又没有人认识 又没有人知道 你做完又没有人理 那其实是怎样的 其实是找来做的 简单来说 你不可以拆存在感 有得他 你说有这样的事 希望有些和媒放上网上 香港有些人又再repost 就算了 不然是搞不出样子 不然宜阻民就做英国 不要搞香港 我们今天说到这里 明天今天早点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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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什么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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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